早上起来 烧点热水 起来喝点热水对身体也好 就要喝再一杯 哎呀这里海拔4200多 我的才有暖风能打得起来 设定的是20度 这个才有暖风说明书写的是海拔3800米 哎呀这是4200米 我这个是 特鲁玛的靠壁第6啊这个才有暖风 只要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温度多少 十三度了啊 我十三度不错 好了给大家外面看一下 哇 哎 大家看一下外面阳光明媚啊 啊其实我隔壁的是老镇 老镇啊 好嘞 早上起来就喝点水吧 超哥超哥起来了没 我都准备好了就是早餐没吃 要外面去吃一点吗 那我们一起去买呗我也去买这个我们对面有超市啊 哎呦浩东你准备好了吗 早饭吃了没有没吃我们去买一点 我再做西饭吧你吃不吃啊 你有多吗有多要么给给你吧 我要去超市里买这东西超哥那你过来了吗过来了我们就去吧好不好去超市里买这东西 我也都准备好了啊 我们四台佛车停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今天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一点云都没有 好了我跟超哥去对面的超市买点 餐厅纸 再买两桶水被子 好了我们家联斧现在大了很多了现在一周睡半了吧 啊在我车里整整已经待了 一年了也就是他这一年里都生活在我的房车里啊坐好啊 啊每次是一上车他就立马坐在那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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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鞠馬我給你 地國和天高 是熊野我給你 蒼茫和豪渺 我知道你夢中有一片草原 朋友們看一下天空是特別特別的懶 西照懶 但是我們又要爬坡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穴都是坡度 大家看一下彎彎牛牛 他們兩個已經在爬坡了 哇又要爬上去 又爬好幾座 哇哇靠 哎呀 這個去套谷歌王朝不容易啊 那肯定今天是回不來了 我們晚上就露營在那裡了 好了 又要開始爬了 這個估計也得四五千啊 好了我們現在去往那個谷歌王朝 的路上啊 這個從219拐進來是一個302的神道 哇這個路 我們從219走過來 從來沒爬過這麼這麼彎 這麼陡峭的這個這個山路 這估計是我們這次219走過到現在為止 爬坡是最多 爬坡最高 坡度最陡的一條路了 哇 大家看一下這裡冬天的話下雪也會 雪也會很厚 兩拔這個東西大家知道幹嘛吧 這個不是路燈啊 也不是這個是一個界頭的指示燈 也就是說這裡冬天下雪了以後 就界頭指示裡面的路是可以開的 這是裡面有路的 界頭外面的這個肯定是不是路裡面了 這個就是界頭指示 哇還在爬 還在爬 路還特別多 估計5000米啊 5000米絕對過了 還好我們這次過來幾台車都沒有出現高分的情況 這個都還比較清晰一點 好各的車呢 已經來的時候就刷了高原包了 因為進口的時候他要刷高原包的 他們三台車都沒出現 那個那個動力衰竭啊 這個這個海拔那個那個 後面堵塞啊這種情況 這個有點明顯感覺 那個那個 氧氣不夠 氧氣不夠了 哇還在爬 這個爬過去估計5000多了吧 太厲害了 去谷歌瓦潮 要爬這麼多路倒還挺好的路 非常好的一條路 省道啊 省道也修得這麼好 倒是很難得 哇太漂亮了 我沒看下去 我都不敢拿下機給大家拍 開車安全第一 好友 這個路確實很陡 這我第一次爬這麼陡的路 啊高層我們家 連府都趴著我的大腿上來了 哇這個估計5000多了吧 浩東浩東還沒到塞頂嗎 還沒到塞頂啊 這估計5200也有了吧 浩東聽到挺回答啊 還在上 海拔多少了嗎 海拔多少了嗎 海拔520050米現在 哇靠已經5000多了 還在爬 這個太厲害了 哎呀 它是這麼很陡啊 它路況很陡 不是那個219它很緩 慢慢上去 它是非常陡 都是拐彎 大拐彎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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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爬這麼陡的坡 啊 第一次爬這麼歪這麼急的 哎呦哎呦 好了 差不多了吧 估計5200 我都回來好像也要原路返回啊 肯定要原路返回嘛 原路返回的路上我們還會 還會經過一個神塞 搞人波池 你要有時間可以去拽塞啊 拽一圈好像是50多公里吧 要一天一夜 徒步的 你要去拽我就跟你一起去 算了 我可能留著這條病吧 已經都是90億升的了 再去拽一下 可能波池6000多米啊 差不多7000米 所以是拽塞啊 反正我也 我信奉基督教 我也不去拽那個神塞了 所以頭已經雲了 我現在頭已經雲了 說話都已經 說話都自己都不知道在說那個了 什麼了 哎呀 頭暈了 頭六七七米 還不是叫你登頂 就是在下面看嘛 啊頭暈了 頭暈了 氣喘不夠來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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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還沒到塞頂啊 好了 終於到啞口了 哇了個去 哦 哎呀 給他拍一下 沒福 哦 大家看一下 終於到啞口了 海拔五千 五千一百多 我在那個號弄再說 哇靠 昨天不是查了一下嗎 谷歌王朝的海拔是3800米 我們要下 這個意思是 我們還得下到3800米 回來的時候還得 還得再上一次上呀 這個區別太大了嗎 我都五千三百多 你們怎麼在五千一百多 你們兩個選個中間值吧 那就算五千二吧 聽不到 你這是用什麼特量高度的嗎 用手機 哎呀 終於下坡了 谷歌王朝的海拔是在3800 然後有可能我們晚上 這些東西肯定讓它會有誤差 晚上就露營在那裡了 明天回來的時候還得爬一次 還得爬一次 爬上了應該好一點 下去的時候應該好一點 環境還是特別美 真的特別美 前面都是高山草草 是草麻 好啦 我們一會去谷歌王朝囉 朋友們走起 哎呀 現在已經海拔五千 兩百多了 國家隊長在跟我在說 這個去谷歌王朝 要翻兩座五千多的山 而且路況是我們所走過來的 到目前為止最陡的 拐彎都是發夾彎啊 哇 已經現在有點氣喘頭暈了 哈哈哈哈 哎呀 這個為了去看一下谷歌王朝 這個遺址真的不容易啊 哎呀 哇還在爬坡啊 高山說五千兩百多米還在爬坡 這個估計會 最高的山山了吧 最高的陽口了吧 哎呀我已經頭暈了 我已經去船了 這個 這個也太 這沒想到會走這兩座 爬兩座 啊晚上肯定要在 在谷歌王朝一直那裡錄影了 走不動了 走不動了 估計已經這裡估計五千三四百吧 會有 啊應該 還在爬 還沒到牙口 還要往上爬 挖了個去 他這也太高了吧 哎呀我以爲爬過一座山就夠了 原來要爬兩座 哎呀路過的還是可以就是 坡太多 歪太急 好多怎麼停下來了好多 我看啊那個月夜車怎麼下來 路有這麼來走嗎 你不要大哥你不要在坡度裡這裡停著呀 這樣我們上不去了呀 大家看一下這個坡度最起碼25度 哎呦 這個 到牙口了沒有 到牙口了沒有 好像好像還沒到嘛 還在往上爬嘛 現在五千三有了吧超好多 五千三百有了吧 好多好多現在海拔多少五千三有了沒有 我的顯示五下接近五千二百米 那倒到牙口的話已經五千三了還在爬 我看到他們還在爬 哦 這都是髮夾歪大家看一下馬上拐彎了 啊再拐過來 真是考驗人跟車啊 真的是非常考驗人跟車啊 這次219走的路線啊 真的非常考驗人和車啊 哎呀人也經受住了這麼大的考驗 車也經受住了 哎呀這幾次爬的都是最高的了吧 我回走的話 我回去的話沒有再高的啊 比這個五千三再高的了 最高就是318那個東達三五千一百了 哎呀忘了過去 還在爬還在爬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哎呀 好了朋友們到達一個叫霞伊溝的地方 這是來谷歌王朝 送路路過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把那個車可以開到下面去 然後給大家拍一下視頻 景觀特別漂亮 前面就是景區50塊錢門票 我就沒必要進去了 我把車開下去 好 就會給大家拍照 他應該會進來 如此 第一次 也可以開講 後面 我把車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